昨天在外地收到敏小姐发来的一条视频 本能的让我觉得情况不妙 结果不幸还是发生了 今天一回到家 我就第一时间跑到某鱼缸这里 结果发现里面只有大猫福尔和血鹰鹉 老黑和雷龙已经不在缸里面了 片刻之后我发现 咱们的雷龙被移到了一个小缸里 并且还做了增养和过滤 而且还在鱼缸上做了一个简易的鱼缸盖 这里得为敏小姐的果断处理点个赞 不过随后我便发现咱们的雷龙身上也有伤 包括鱼鳍的很多部位都裂开了 看来这次内斗他也是受害者 但是事情的起因与他绝对逃不了干系 好在他的小命还在 可惜咱们的老黑就没那么幸运了 死后被硬生生的冻成了兵阁挡 兄弟们最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老黑死了雷龙呢也移出去了 并且我刚才发现这个福厄好像也不太对劲 但是现在呢我得赶紧把这条老黑给它解冻 我要让它发挥最后一丝光芒 我们再来看大猫和福厄他们的情况 光里的水现在已经比较浑了 他们的粪便基本上到处都是 还有这个大猫我刚才发现 这个眼角额头上面有伤 其他还好 福厄呢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胸脐有裂开 而且头部好像也有伤 唯独低误鱼没有多大问题 雷龙我们之前也有看到 他另外一边有脸出伤口 然后他的背棋尾棋包括胸棋 全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所以他们这场战争他肯定也参与了 并且很有可能这条雷龙 就是这场战争的导火锁 你不要这么瞪着眼睛很无辜的看着我 绝对与你有关系 所以我推测他们干掉的时候 除了鹦鹉鱼像现在躲在这个角落里躲着 没受到攻击以外 剩下他们四个均有一些伤 但是老黑被他们直接给干废了 目前老黑已经解冻完毕 他最后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最后给你们诠释一下什么叫做 以德抱怨 来吧 来 让老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来 我也来 都是你们干的 我去这水片混了 要放水了 好 再来一块 咋的啊 福尔太怕了啊 福尔不要 大猫不知道怕 谁让他一个给吞了 来 再来一块 吞吧吞吧 我给你们了 留两块 留两块 然后这个雷龙 来 你也有份 你也跑不了 或者黑鱼天天找你 不吃 不吃拉倒就给你两块 剩下几块给咱们饿凶吧 就当给你尝尝签 好了兄弟们 就这样吧 我给他们这个缸换压水 整顿一下 一摊子烂尸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